子女有这些习惯,大多不会孝顺,父母务必提前留后路。在很多人眼中,养儿防老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,认为生孩子能让自己的晚年有所依靠,不至于老无所依,孩子就如同一份可靠的养老保险。 然而,现实并非如此理想化,并非所有子女都会孝顺父母,让其安享晚年,倘若父母全心全力培养子女,最终却换来悲惨结局,必然心寒不已。 倘若您的子女存在以下这些行为,很可能不会孝顺,老人应当尽早为自己谋划退路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。 欢迎订阅朱子国学,不懂得感恩,杨将在走到人生边上,书中提醒我们,无论什么关系,情分被消耗殆尽,缘分便走到了终点。 没有谁对谁错,最后所有的错,都应该归咎在自己身上,然后礼貌地退上。 长期在父母溺爱下成长的孩子,容易形成过度自我为中心的性格,他往往忽视他人的付出,缺乏对父母难处的理解和体谅。 过度关注个人的感受和需求,而忽视了父母的想法和感受,这样的孩子习惯性地认为,接受父母的爱和关怀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 无需去回报或珍惜,他难以主动关心和爱护他人,缺乏对父母的责任感和同理心,没有担当子女有没有能力孝顺父母,与是否孝顺父母是两码事。 有的子女想孝顺父母,可是自己没有能力,有的子女有能力,也不想孝顺父母,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,大多是因为没有担当,对家庭没有责任感。 在小说《围城》中,方红健他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都缺乏一个明确的规划,整天浑浑噩噩,父母面临困境,加快垮掉时,他不仅没有挺身而出,反而选择了逃避。 他的同事赵新梅,虽然生活并不富裕,却始终努力奋斗,为家庭和父母的生活不断努力,成为家里的顶梁柱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,而孝顺父母也是一种责任,子女自身若是没有担当,不懂得生活,家里的事从不管,那么他就不会太孝顺父母,长期远行逃避父母。 现在,有一种心性不孝,很多家庭都有,子女远行,好几年都不回老家,当然,子女也会强调,很多客观因素,说自己工作忙,脱不开身,老家太偏远了,路上消耗时间太多,路费太贵,车票难买,等自己有钱了。 一系列的理由,似乎说得过去,也是子女的片面之词,人在外地,混得如何,父母不知道,父母就是走不动了,也不能去找他,因此,孝心就影子也不见了,更可怕的是,外出多年的子女,还打电话向父母要钱,具体花钱干嘛,没有人知道,不管多远,都不可能阻挡尽孝的路,只是你愿意不愿意,长期不回家的人,无疑是逃避责任。 俗话说,远亲不如近邻,与其一辈子贴补远方的子女,还不如对邻居好一点,邻居起码有个照应,能送老人去医院,不断索取。 父母都害怕养出不懂感恩的孩子,但采取的教育方式,却在不断把孩子推向自私自利的深渊,过于关心孩子的学习,未来,而忽视了品格的培养,想起前几年很火的电视剧,都挺好, 作为家里第二小的孩子,苏明成把欺负妹妹当成一种乐趣,理所当然的享受父母的爱和体贴,甚至在后面变本家里的啃老,结婚前要爸妈支持买房子,办喜酒,而这笔钱是父母辛苦几十年的累积,结婚后依旧要父母支持,就算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庭, 也时不时需要父母的帮助,甚至要妈妈每周来帮自己打扫家里,苏明成不觉得愧疚,就算在苏妈离开后,她也没有醒悟,苏明成是社会上啃老一族的缩影,他们一直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,所以只会不断向父母索取, 经济冷漠,孝顺不仅体现在情感关怀上,还表现在经济知识方面,不孝顺的子女往往在经济上对父母漠不关心,他们可能不愿意为父母的医疗费用,养老费用等承担责任,甚至对父母的经济困境视而不见,原因分析,现在社会的经济压力巨大,不少年轻人自身面临着各种负担,包括房贷,子女教育等,在这种情况下, 他们可能难以承担起额外的经济负担,此外,一些人可能认为养育子女是父母的责任,不应该过多干涉子女的生活,玩物丧志,一个人的习惯和爱好,会影响他的发展, 可雷洛夫说,坏事情一学就会,早年沾染的恶习,从此以后就会在所有的行为和举动中显现出来,不论是说话或行动上的毛病,三岁至老,六十不改, 若儿女在成长的路上,养成了太多不好的习性,那么,她们的人生就像是走进了迷雾中,无法看清方向,也不能前进, 很多子女待在家里,自称宅男宅女,看剧玩游戏,不去社会上打拼,发挥自身的价值,也不做家务, 不理解父母赚钱的辛苦,每天都沉浸在虚幻的世界里,幻想自己是很厉害的人物,可现实中,什么技能都不会,窝在家里, 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废物,若子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,一定多鼓励,劝导,父母老了,子女还是这样唯靡不振, 一家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,对父母吼骂,小的时候,村里有一户人家,男人很喜欢喝酒,每次喝醉了就会撒酒疯, 喝多了酒基本上六亲不认,对父母大吼大叫,刚开始我以为她只是喝醉了才会对父母无礼, 直到有一次我到她家,刚好看到她在吼她的母亲,原因是因为母亲做的饭菜不符合她的口味, 她对母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,指责母亲什么都做不好, 一个对父母缺乏尊重的人,就是不孝顺,父母身体康健,还能给他们提供帮助时,尚且会吼骂, 若有一日,父母躺在床上,走不动了,那么只有任他们摆布的份,遇到这样的子女, 是父母的不幸,也是他们的失责,是他们一味的浇灌和纵容, 才使得子女没大没小,迟早有一天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,性格既胆小以及懦弱, 儿女的性格不仅会影响儿女的命运,而且会影响到父母的命运, 倘若性格胆小以及懦弱,担当精神就无从谈起,特别是结过婚以后, 如若另一半不孝顺,极有可能会受到另一半的束缚, 孝顺父母就会放不开手脚,性格倘若胆小以及懦弱, 外家没有担当精神,在外面会没有多大的起色, 在家里面照样难以承担义务和责任,不尊重, 一个人的言行往往是其品性的真实反应, 语言上不尊重长辈的人,生活中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孝敬父母, 有的孩子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之下,动不动出言不逊, 父母却不以为然,三岁看老,从小就赶指着父母鼻子胡说八道的孩子, 长大后也难把父母放在眼里,永远不要觉得孩子小, 不懂事,等到长大了就会变好的, 要知道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, 少时的不管教,就是为将来的不孝埋下祸根, 等到成年后,孩子还会动不动就指责父母, 把自己的所有不幸和失败都归结到父母的身上, 这样的孩子又如何能指望得上给父母一个安详的晚年呢? 当父母的弱势意识到这个问题, 就要做好不把未来寄托在孩子身上的准备, 根本没把父母当人看,我这话说的有点重, 但现实里,这么做的大有人在, 简单来说,孝顺的子女是会对父母关心照顾的, 会体谅他们,但是不孝顺的儿女反而是使劲压榨父母, 父母在他们那里的待遇会非常糟糕, 我认识一个熟人阿姨,一把岁数了, 每天拖着生病的身体,去给儿子一家当保姆, 然后晚上再自己回到家里, 他还得掏养老钱,满足儿子的消费, 甚至水电费,都是要他出, 你说,这里面有几分真心尊重, 生活里的态度,现实里, 子女是否孝顺, 其实看平时对父母的态度, 就一目了然,爱与不爱, 很明显,比如说,有的子女会时不时给父母给钱或者买礼物, 但是有的子女就从来没有这些, 而是惦记着从父母那里拿钱, 然后呢,日常态度是否亲近, 有没有关心, 这些都是重要的指标, 自私自利, 孩子从小就显得自私自利, 为人处事中不能吃一点亏, 兄弟姐妹中一定要得宠, 让父母给自己的多才行,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, 会衍色形势, 讨父母的欢心, 父母一高兴, 就多给点, 完全没有照顾到其他孩子的心理, 这样的孩子长大后, 也为长期受到父母的宠爱, 有种优势感, 必须要占到便宜才行, 有了孩子后, 父母不辞辛苦照顾孙子孙女, 可等到老人年龄大了, 需要照顾的时候, 却会把照顾老人的责任推给兄弟姐妹, 只要自己的生活不受打扰就行, 角柔造作, 角柔造作的特征其实也很好理解, 那就是凡事都不会去亲自动手, 也不去思考, 而且一旦闯了祸, 就各种想方设法的要逃避责任的承担, 以角柔造作的方式来获得爸妈的庇护, 这样的孩子肯定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导弹大王, 也为犯错不会有任何的惩罚后果, 这就相当于是助长了孩子们的相恶之风, 久而久之, 这样的孩子无疑不会感恩, 反而会变本加厉, 品行不佳, 为人父母不只要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, 更要教给他们为人处事的道理, 帮助他们成长为健康积极向上的优秀青年, 只可惜纵然我们在教育上无限努力, 但还有些人未被感化, 他们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染成了叛逆的颜色, 连父母的劝告都不屑一顾, 最终只会走向迷途, 没有父母愿意看见孩子迷失自己, 但多数时候我们无能为力, 毕竟人生只握在自己手里, 如果你已经仁智一尽, 就别再为难自己了, 你教不会的道理, 社会总会告诉他, 总有一天他会翻然醒悟, 走向自己酿造的结局, 不是所有的儿女都孝顺, 因此遇见不孝的儿女, 应该讲究策略的时候就需要讲究策略, 毕竟有上兵伐谋的说法, 谋略会让不孝的儿女逢场作戏, 以至于等到酒病床前照样会有孝子。